我們的蔡英文總統上台以後 到目前為止 看不到他的民調 有止疊回升的機會 民間在這樣說 小英的民調直直落 就是賴清德未來做總統最好的機會 那當然我個人不曉得 對市長來講 您是不是真的這樣子以為 市長的安排是什麼 那小英在上來以後 提到的所有政策的反覆 讓我們民間都莫知所措 都非常的驚駭 可是以我們的政黨來講 以我個人看蔡英文政府的作為來講 我是要肯定蔡英文總統講的 包括西洪會的時候 紅席會的時候 包括10月10日中華民國國慶的時候 我們蔡總統都非常清楚的 跟我們提醒說 請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請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所以呢我們當然首先 要麻煩我們自己本會的同仁 以後如果本席質詢的時候 我們要很開心 很大氣的把我們美麗的中華民國的國旗 擺在我們所有官員的座位上 我們要來提醒所有政府官員 今天你們的俸錄 你們今天所服務的 都是我們中華民國 那當然不管是大家在於 國家未來的這個狀況 有什麼不同的見解 都應該透過合適的所謂的程序 把它做一些適當的處理 那我們先謝謝小英總統 要正視中華民國的存在 不過小英總統的民調不好 讓我們大家來麻煩幫我翻一下 小英總統的民調不好 讓我們對賴市長更寄予厚望 市長李安當然是我們台南之光 當然是我們台南之光 也是我們中華民國之光 也是難得全世界的華人之光 隆重三座奧斯卡 兩座最佳導演一座最佳影片 對不對 所以市長您陪著李安大導演 做了比利林恩的中場戰士的首映 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電影 市長 不好意思市長 我們稍微輕鬆一下 您覺得這個電影在纏述什麼 您覺得這個電影在說啥 好不好看 市長 非常好看 他有深入的去探討 戰爭 戰爭跟美國國境 那種爭與虛幻之間 對不對 OK 但是我們看到了這個主角 他最後選擇怎麼樣 重回戰場 對不對 他放棄了 可以在美國那邊玩足球 吃喝 所謂的American lifestyle 他決定重回那個殘酷 血淋淋的 不知道什麼叫對還是錯的戰場 市長 他叫做中場戰士 對不對 這個比利林恩的中場戰士 來 賴市長 我們都非常關心市長 不管我個人投不投市長一票 我們都會認為 未來這個國家 可能賴市長有機會 帶領國家大步向前 我想我們都會 民間了 是不是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賴市長 賴清德的中場戰士 在民間傳得沸沸揚揚 在民間傳得沸沸揚揚 市長 前一陣子我們在找您 到處在找賴清德市長 因為 很反常 您說您到處去 泄 廟宇 對我們0206大地震的 這個幫詹 我們覺得很反常 我看到您還在 非常虔誠的 匍匐 向神明致謝 但是對我們台南鄉親來講的話 我們覺得 六年以來 只有最近 您對 全台灣也罷 包括國際也罷 對台南的 您特別有反應 所以那個時候 我的臉書 我們就在找市長 我們不了解市長 為什麼花那麼多時間 要去全國各地的廟宇拜拜 而且呢 基本上是集中於雙北 後來可能有一些聲音 有一些媒體在 有很大的疑問 您就往南部也走了一些廟宇 更有意思的是說 市長 閒閒沒事的時候 雙北是不是新北的民意代表 收到了市長的碰拼 對不對 我也不知道碰拼 我吃過 但是對我來講 可能非常在地的一種食物 古早味啦 對不對 我也沒收到市長過碰拼 我不知道 怎麼有收到市長碰拼 所以 我們現在要請教市長 為什麼您的中場戰事 引起了民間 這麼多的疑問 為什麼引起民間這麼多的疑問 是不是就如同剛剛跟您請教的 蔡英文總統的民調 今天掉到了 掉到了26% 這是知名媒體做的民調 這是知名媒體做的民調調到26% 是不是是賴清德 未來爭取大位最好的提醒 所以賴清德的中場戰事 是大步向前一路向北 還是守護台南 做好做滿 市長 感謝王議員指教 我們0206台南市的地震 對台南市可以說造成很大的影響 那我們也深深感謝來自全國 包括警銷 益銷 救難人員 第一時間來到台南救災 那麼之後呢 更有許許多多台灣人民 甚至海外的朋友 捐助大陸上海 在全國來講 就是一個備受疼堂的地方 對吧 那我們只是奇怪 過去賴市長做了6年了 OK 讀讀今年的下半年 您有這樣子 讓我們要質疑是 中間時候到了 會有一個可能的轉折了 您要大步向前一路向北 還是守護台南 做好做滿 市長 因為齁 我們地震是花冬今年 市長 我了解 市長 您先去謝廟 謝台灣人 對我們台南 在災難中的一個 一個關照 我覺得這都沒有問題 但是重點在於說 您止不住 大家對您這樣子的一個 有威望政治人物的 一個想法嘛 對不對 所以 您是要一路向北 還是做好做滿 還是 我剛剛已經提到 就是說因為地震是發生在今年的2月6號 而且週年即將要到了 我們應該要心存感激 當然 當然 我們台灣人非常善良 台南人特別善良心存感激 我去除了廟宇去叩謝神恩以外 其實也是到該縣市去 感謝該縣市的警消 但是非常遺憾的是 下一張 我們這邊下一張 非常遺憾的是 半年過去 我們在民間看到對民進黨政府從中央到地方執政 大家都有夠怕 有夠不開心 有夠不溫意 所以我們看到了民間給我們的訊息 呈現這16個字 強姦民主 騙子當道 草姦人命 奴性堅定 市長 大家都有很多line的群主 那市長當然了解 我的群主裡面 很多朋友反映意見 強姦民主 我想市長也很清楚 從去年 您的不進台南市議會 拿過去 台南市議會 李全教議長 作為您的推辭 所有只要 有一點 sense 人都知道 那個推辭 是市長的顏面 遠大於 你講的什麼黑不黑案 地方政治 充滿了我們算不到的軌跡 台南市議會到今天 議會自己本身之間的 黨派之間的 如此這般的對峙 不是李全教議長的錯 不是賴美會議長的錯 是賴清德議長 賴清德市長的錯 您一手主導 整個府會的關鍵 強姦民主 您不進議會 市長 謝謝您 當然 您隨便什麼事情 您都把李全教議長 拿來做您的托辭 包括我們議會同仁 在這邊講話 李全教議長已經下台了 被你們幹掉了 您還說是受李全教議長的影響 我們實在不解 像您這樣有機會進大位的人 您的胸襟 您的高度 讓我們深斗小民 看了以後 經若寒殘 以後是不是順你者倉 逆你者亡呢 騙子當道 騙子當道 市長 未來台灣社會會記得 這個地方政治改革 市長 台灣人也會記得 從來沒有一個民選首長 234天是不是 不進市議會 竭盡手段 讓市議會黨派內訌 讓市議會自己弄得鸡飛狗跳 也是賴清德市長您的貢獻 過去當社會也沒有看過 議員跟議長同時會選 然後呢 支持他的政黨是如此的支持啊 對不起市長 好像您的會選案 你所謂的不起訴嘛 是不是 是不是 那個是理居所謂的人 都是您說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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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看到媒體有一些消息 市長 來我們繼續看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們得到民間的聲音 強姦民主也罷 我們更遺憾的是 今天騙子當道 我們同仁已經問了您好多次了 包括前幾個月 美租進口的事 我們都記得您說 為了我們的健康 做不做總統 一點都沒有要緊 對不對 但是不是這樣呢 你們做了總統了 你們現在 不光是美豬 可能抵不過壓力 幾乎已經要開放了 你們的核災的食品 日本核災的食品 你們通通也要進來了 講法你們都口徑一致說 只要不驗出來 有你們的縣市長說 我要吃下去 我吃我吃我吃吃吃 你們是這樣子告訴我們的 這不是騙子當道 什麼是騙子當道 當初你們怎麼跟台灣人掛保證的 你們怎麼樣讓我們台灣人 把國家的名氣放在民進黨手上 你們要替我們把關的 草菅人命 奴性堅定 你們的立委 你們的大立委 是怎麼跟我們說的 你們的大立委怎麼跟我們說的 像你講這樣的話 都殺人主義 大中國殺人主義 都不應該 來 市長 當然你有很多管道去罵我 沒有關係 你們的立委告訴我們說 這叫官商勾結 蓄意殺人 然現在呢 你們說只要驗不出來 就可以吃 但是許許多的專家學者 跟我們講 他不是今天驗不出來 驗得出來 他是會殘留在人體裡面幾十年 一如你們 戴著台灣人說反核 一如你們 那麼大的帽子 靠我們大家 不喊不反核就不是人 這是你們戴著我們說的 那你們今天不反核食品 你們也不是人囉 草菅人命奴性堅定 只要碰到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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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在位的領袖 就軟咖 你們說的我們跟日本是命運共同體 對不對 釣魚台 是日本在享受吧 李登輝說釣魚台不是我們台灣耶 是日本耶 你們不敢升民主權 核災食品呢 你們說我們驗不出來就可以吃 民運黨翻翻覆覆 賴市長您這邊 包括副市長 包括衛生局長 我們都清楚知道 有一丁點疑惑 我們都應該為子孫下一代著想 結果你們是怎麼做的 碰日本 就扔他 奴性堅定 來 轉過來 這個不是事實 來 來 要指控人家不可以這樣子 市長 過去你們怎麼指控我們的 市長 那是事實嗎 今天我們講的 歷歷在目 翻開所有的媒體 如果我今天講的不是事實 小英政府的民調不會掉到上26% 如果我今天是胡說八道 小英政府的民調不會那麼低 市長 可是我覺得我們台南人真是很可愛 我很榮幸 我台北新的兒子 在台北長大 有一次強調 非常感恩台南鄉親 讓王家蓁 你說我多姓啊 什麼本姓多姓都沒關係 我們大家都在這裡 我們都愛這塊土地 可是我們很遺憾的是 一路走來 我沒有榮幸前四年跟市長同在 地方議會 地方府會 一路走來 我們看到了賴清德市長 一個驕傲的公雞 驕傲的公雞 您包括您現在的姿態 包括民間傳的所有市長 英俊瀟灑的照片 從來就是四十五度仰角 從來就是 屁膩我們這些普通人 屁膩我們這些跟你不一樣的人 就像您剛剛扣我的帽子 隨便您怎麼扣 隨便您怎麼扣 你先扣人家帽子 善良的市民 我們大家人 很厚道 又厚道 上一次的淹水 上一次的淹水 市長您上午說 前一天說 我保證不會淹水 就不好意思 天公又打你臉了 馬上就淹水了 馬上就淹水了 因為我說根據氣象局 預報的語量 就像您根據氣象局 決定要不要放假一樣 對了 都是你的過 你的好 如果不對的話 都是別人的錯 都是氣象局該下台 你們的立委馬上就幫你說像 說氣象局胡說八道 對不對 來 善良的市民 善良的市民 台南人 很高意 台南人 有夠高意 真的是善良 對賴市長的厚愛 不管我們是在水深中 不管我們是在火熱地震中 我們對賴市長叫做不離不棄 我們對市長的痛苦 我們對市長的喜歡 一表無疑 善良的台南人 那個時候 這個淹水的時候 您說我們是怎麼樣 要上半天班 結果呢 就有賴神勸筒 然後呢 我們認為這是不是又是市長 這麼好的公關做得好 馬上就有人出來 協助市長說 不是我不小心經過了 我就照下來了 是賴市長在那邊關心小朋友 但是 始作庸著 就是您沒有放半天假 莫名其妙的 讓多少人受苦 讓多少人冒著風雨的危險 所以我說 善良的台南人 你如果要知道我的話 不要用這張照片 因為這張照片 將近下午一點的時候 沒有下 市長 市長 來 我只是說 台南人很善良 市長 我這張照片的點名是說 台南人很可愛耶 對您真的是非常的肯定欣賞 我那時候在巡視 來我們接下來 下一張 我在巡視有沒有問題 市長 這張是將近一點的 你看看 有有有 您的新聞稿 我都看得很清楚 您不斷地說明 那就不應該誤導 是 來市長 下面這兩盆蘭花 下面這兩盆蘭花 文化局長 文化局長 您人呢 我們的市花什麼花 蘭花 蘭花嘛 對不對 是不是這種 是 那我們龍種蘭花有多少種 蘭花有多少種 你不知道 農業局長 許局長 前兩天在議會時候 我們大家很關心 蘭花的狀況怎麼樣 蘭花有多少種 這個蘭花的品種非常多 大概上千萬種 好 來 局長你請坐 市長 向您的一個偏執 我們好好的鳳凰花 大家耳熟能詳 都知道是我們台南的象徵 結果您決定要用蘭花 做我們的市花 反正市長您大 您說了算 您好大 我們都好怕 就照您的意思做蘭花 結果 黃議員 結果我們的蘭展 你過去四年不是議員 雞飛狗跳 雞飛狗跳 您知道市長 市長 我們雖然沒有在議會 我們在民間聽到很多聲音 聽到很多聲音 認為鳳凰花 已經是我們一種習性的一個認知 蘭花上千萬種 剛剛局長說的 結果蘭花被我們刷 沒關係 市長大 市長說了算 但是您看看這次 一位蘭展 台南市議會 又在鬧得激犬不寧 同黨您的同黨議員之間 大家各有芥蒂 我們在野黨 為這個案子 為這個案子 我們一路 已經被真實化 堅持 一路堅持 藍展 應該留在 發展 比較辛苦的 KB 留在後面 你不要插 你說 絕對不用 您說您要負全責 從2005年 一路到今天 我們台南市議會 不分黨派的民意代表 兩千萬一定要留在KB 留在後面 結果您斗大的標題 說您已經溝通好了 反正賴黃說了算 然後 在我們議會 開大會了 農業局長 有可憐 有可憐 被我們定到滿頭包 可是不敢為逆聖旨 一直還是說 我們留要盡仁德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說 到了11月14號 民進黨團 也不是全部的民進黨團 下一張 來 給我換下一頁 民進黨團說 我們又要留在KB 留在後面 你們貴黨的有議員 很辛苦耶 因為明明他們一路都是 表示一樣的意見嘛 但是你們不光是 當他們不存在 你們還在裡面搶收割 所以 違背民意 獨裁專斷 賴市長 是的 親愛的市長 您有說過 賴清德負全責 對不對 包括您剛剛 打我們本會同仁 您還是在講 擺在KB 擺在後面 有它的好處嘛 對不對 那如果您不是經過專業的評估 你為什麼要違背不分黨派 包括議會的決議呢 表示你原來也是經過專業 還是你原來是政治考量 你原來是要搬到仁德去 是繁榮的一票 所謂建商的土地嗎 應該不是嘛 對不對市長 我是為了後避 關於其性的發展 事實會證明誰對誰錯 那如果這樣市長 包括您對地方稅的堅持 您就堅持嘛 為什麼又要改學議策 讓農業局到議會來被罵到臭頭 如果 您對您自己那麼有信心 包括您認為您不禁議會 天大地大天對地對 您就堅持嘛 你就不要變地方了嘛 你就載人德嘛 那您為什麼要換過來呢 為什麼呢 藍展的議題被政治化了 有人要選立委 多少人要選立委 貴黨只要通過初選 好像他們就躺著當選 大家都要選立委 對不對 市長您這樣講是非常不公道 每一件事 只要議會 不是你們的政黨 只要議會 我們國運黨或在野黨 對您提出質疑 您都是 斗大的自靠我們 犯政治化 這也叫做犯政治化嗎 市長 您做的哪一件事 不是政治化 您今天去新北 去哪一個地方 您做的不是政治化 你今天是平民百姓 你需要嗎 大家 對地震的關心多少 會反映在他的行為上面 我因為對地震的了解 我們深深感謝全國人民對我們的幫忙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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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說 你不應該去謝謝人家 是的 市長 沒有人說 你不應該去謝謝人家 但是以您這樣 絕對一舉一動 都是要政治解讀的 非常高民調 高 所謂我們大家關愛的政治人物 你再去謝人家 我們還是要問 你到底要去哪裡選嗎 對不對 你謝完了之後 謝的本身 您做了 一個善良的台南市長 去謝完了之後 我們大家還是要政治化來解讀 你要去哪裡選嗎 你是什麼時候離開台南嗎 難道不是這樣嗎 市長 來 我們看看我們的蘭花展 髮夾彎右彎 鐮刀派大收割 這是你們貴黨 黨內的事 基本上我們看的 就不敢 我們國民黨在野黨 一路對於蘭展 表示我們應該多給西北一些希望 多給他們一些天下堂 結果賴市長說 我負全責 然後完成這個樣子之後 然後你們就說一個 因為你們犯政治化 所以我之後又轉回來了 如果你對你的專業有信心 你為什麼不堅持到底 我負全責 下一張 來下一張 核災食品也是一樣 市長 很可能開放的時候 或者你是不是已經 不在我們台南市 戶籍得先刷出去 對吧 但是 包括我們美豬議題的時候 市長仍然以您這樣子 就是 絕不簽 絕不在我們 在野黨 希望你跟我們台南市 台南市民同生一命 簽 所謂的美豬 反進口 核災食品 反進口 賴市長絕不簽 絕不簽 只要牽扯到在野黨 對你的質疑 那您自己的政黨 這種東西 賴派 絕不會質疑您 您做的都對 都要加碼支持 非賴派 在台南市議會 真的是像 世函 我們也是世函 但是我們的世函 好歹 我們沒有民進黨的黨旗 不怕你把我的旗子拿掉 非賴派在市議會 明明一肚子不爽快 也是不敢大聲說話 很可憐 很威苦 來 當然不敢說話 市長 在您面前 誰敢大聲說話 像我們這種不怕死的 不跟你要資源的 要資源是對的 因為你本來就應該 把資源釋放 給我們議會 讓我們同仁 能夠去造福相親 王家珍不要資源 王家珍要問你的事 您再也 您 你們貴黨再也是講的話 跟你們執政師講的話 對台灣人來講的話 只有一個字 騙 騙很大而已 就是一個字 騙很大而已 天怒人怨 昨非今世 昨天的時候 你們怎麼說的 你們不管是 對我們除了 邪尋賴清德 我今天忘了拿另外一張出來 我們還邪尋林義雄 我們還邪尋很多 貴黨 哇 被台灣人 被極肯定的 大咖 現在人呢 都沒有去 包括圖醒澤 講完話以後又撞去 都很害怕 後面 小英不爽了 還是誰不爽了 不提名了 不提名 對民進黨來講 是最大的懲罰 來 下一張 市長 我想 您有很多意見 想要對我的質詢 提出看法 那您話語權比我強得多 您的新聞處 您的相關單位 下了場怎麼說 我都沒有意見 那我們現在拉回來 談我們的市政 經濟力 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 經濟力是第五名 第五名 什麼叫第五名 這是六都在比的 這是六都在比的 第五名 我們是跟高雄市並列 金發局 金發局 局長 來下一頁 下一頁 來 金發局長 我不知道該不該請教您 那當然賴市長都 這個很誠意的 站在這邊看我的圖表 市長 我上一次跟您提過 溫黨庫 人口外移 沒有了小巨蛋 目前遠雄 我們重劃的 就 金中山村那個案子 也還有一些所謂的 這個進展不見得 那麼如預期 所以東區的人口外移 但是怎麼講東區 都是文化水平 都市人口的集中 各項相關建設 都首屈一指的選區 我想市長不會否定 您也是我們東區 我們的成功大學畢業的高材生 優秀的 我們的 這個 賴市長 那 但是 您知道嗎 市長 您看一下 台南市金發局長 沒有這件事過 我會怕 你怎麼知道 我在這裡 我看多少年了 我從美國回來到這邊 30年 我從來沒有看過東區 滿坑滿谷的店面 通通要出租 滿坑滿谷 我們算過六四家 再不包括小的 都是大路面 中華路 中華東路 東寧路 東門路 從學路 這些大路面 有些一百百了 叭當 要出租 名聲不正百頁蕭條 市長 金發局長你請坐 市長 我要跟您說的意思說 我有時候偶爾啦 很少看一下正論節目 再說漲地價稅也罷 漲所謂的 還有一個房屋 也罷 就那麼多年不漲 該漲 那些好亞人 在說什麼 那些好亞人 他們沒有受到經濟不景氣 他們錢滾錢 賺得快 他們不差了幾千幾萬 對一般的市井小民 如此這般的名聲不正 百頁蕭條 漲價 對他們來講 就是很辛苦的事情 市長 拿好亞人做比較的話 我們台灣已經越來越 好亞路好亞 探價路探價 散假郎路散假郎 很可憐 所以當本黨 當在野黨 針對 地價稅 針對 房屋稅 對您表示抗議 您向來還是 驕傲的攻擊 我們那驕傲的攻擊到哪去了 把他壓過來 把他壓過來 我們還是驕傲的攻擊 VS善良的市民 您怎麼樣都不回應我們 您怎麼樣都不回應 我要講的意思說市長 對您來講 房屋稅也好 地價稅也好 那個都是依法調整 每一個縣市都一樣 哪一屆 您不都是應該依法調整 你們要選舉的時候 你們都不依法調整 你們都有理由 因為你們叫做苦民所苦 為您這個著想 現在您不用在台南選了 現在您有好大的理由說 我當然要依法行事 合乎你的時候 你就是依法 不合乎你的時候 你就要把監察院廢掉 現在怎麼不講廢監察院呢 我還是這樣主張啊 沒關係市長 如果國民黨願意廢大家可以來 您有機會 因為等您當總統 沒有問題 您還有機會 您現在還是可以表示 不支持蔡英文繼續用監察委員啊 您可以 您地方諸侯 基本上 小英對您是巨蛋有加 您可以表示 您不贊成他用監察委員啊 您說話啊 你為什麼只會欺負馬英九 馬英九 來 下一張 你把馬英九看得太小了吧 善良人會被人家看小 社會議員 社會局長 我們1月26號 那一家媳婦 殺了公公 然後自己去自殺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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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知道嗎 社會局長 我們做憂鬱症關懷協會 在我有姓做議員的任內 通過了一個自殺防治條例 那個時候胡舒貞局長 許天才市長 感謝他們對這個條例 不厭其煩 不畏一些意見 協助我們做出來了 台南市的自殺率 確確實實降低不少 可是局長 今年我們的自殺率 擺在你們的社福率裡面 您知道的嗎 對不對 局長 我們今年的自殺率 自殺率 我們今年的自殺率 真高了 親愛的局長 我們的自殺率真高了 你們怎麼好意思說 我們叫做幸福程序 我們叫做適合安養夜市濤的 一個安養的地方 我們怎麼安養 您看看像 長照裡面 那些被照顧者 我們心疼 他可能已經沒有什麼 自己的知覺 可是一個被照顧者 他要多少照顧者 才能夠把他照顧妥當 才能夠使他不生入倉 才能夠使他全身不潰爛 才能夠使他還繼續能夠喘息得了 可是照顧者呢 我們照顧者選擇去自殺 然後被照顧者沒有人照顧 我們就一起吸吸喝 這位局長 謝謝您請坐 市長 真的 我周圍很多朋友 因為 不好意思 我好像比市長大一歲兩歲 那我們再上一輩的 八十幾歲 很多老大人 他們活著 可是失智 重症 臥床 那我們台灣人的習性 我們中國人的習性 我們還是覺得 身為子女 如果我能照顧我的親爹親娘 讓我能夠送終 是我做子女該做的事 基本上 我們要肯定 我們孝順的美德 在這種情因之下 你們再做長照 你們再做長照 市長 要肯定 我們的長照做的還不錯 對不對 2.0 我們今年可以做嘛 對不對 有十幾個地方都可以做 我有沒有記錯 社會局長 我們2.0有多少個地方做 明年 對不起 明年嘛 明年 明年開始做嘛 我們1.0也做的口碑不錯嘛 對不對 這個公部門 中央政府這邊 給我們很大肯定 但是市長 我能不能替長照的 照顧者請命 5.3萬的獅子老大人 5.3萬 我們不要算多 一個獅子老人 兩個人照顧 不見得照顧得了 5.3萬 不見得照顧得了 市長 他們的喘息服務在哪裡 市長 來衛生局長 衛生局長 我們自殺房子專線是幾號 呃 0800 7798 幫我 呃 再來一次 請請你幫幫我 你再來一次 你不要跟我講請你幫幫我 我也要請你幫幫我 1995 重來一次 我們的自殺房子專線是多少 請請 好 ڑetera 陽 screwed Psych 呃 市長 我們是不是政府應該為這些照顧者 也去聽他們一樣 傳息照顧 不 市長 我知道您的2.0 您跟衛生局 社會局 勞動這個勞工局 市長 你有傳息服務的專線 他們會有一致性的電話 來 很好 局長 你告訴我 我們包括那個警察局長 局長呢 局長 我們那個家暴專線是幾號 113 113 OK 那我們還有什麼專線 你來說給我聽聽看 110 110什麼線 就是任何事情 只要人民有需要都會打110 那局長 你的意思說 我傳息也可以交給你囉 有必要的話 有必要的話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不是忙死了嗎 就像大家去救一個這個地上的一個小動物也找你們去救 讓你們那個priority放掉了以後 你們到時候會產生一些可能的遺憾喔 他如果真的都不知道 我們也願意 好的 你告訴他 市長 有沒有一個傳息服務的專線 市長 其實也可以打1999 沒問題 那是我們市府專線對不對 有沒有 是不是 1999 來 好 社會局長 市長太忙了 兩個醫師大人都忘了我們的自殺防治專線 局長 你如果忘了 你就給我滾出去 你可不可以忘 你不可以忘 來 告訴我 傳息專線是幾號 我們有全國的全國的專線 0800 507272 來 這是家庭照顧者的全國專線 市長 您剛剛講的 包括你說1999 包括局長講 113110 但是 對我們一般人來講 我們在照顧家中的重病長者 失智老人 我們的親爹親娘 我們需要舒緩 我們需要能夠吐口氣 Give me a break 所以 能不能夠替這些照顧者請命 市長 我們的社府相對來講 做的 花的錢 可能我們要肯定 社會局應該是市長 覺得社會局做的不錯啦 我的了解 對不對 可是 我們在花費的經費上 能不能夠剝多一點 我們為 喘息專線 社喘息專線 讓這些照顧者 能夠吐口氣 局長 市長 您覺得呢 可以嗎 對不起 讓市長回好不好 應該市長可以做決策 這個已經有專線了不是嗎 我們台南市有嗎 市長 也就是說我打台南市 台南市有一個 了解我們台南狀況 知道我在哪個區 譬如說我是照顧者 我實在是照顧不下去 像那個媳婦 她想死 她打0800 7050 7272 你知道她在哪一個區 她在哪個地方 可以給她幫忙嗎 我家裡的長者 需要你們來替她 換個入窗的一個 diaper 還是怎麼樣 市長可以嗎 我請社會局研究 因為那麼多專線其實 不 市長 就看我們推的好不好 事實上好幾個專線 已經是我們台灣人 有狀況的時候 就會想到的專線了 這是我們有沒有用心 今天我要講的是 為照顧者請命 被照顧者 我們需要付出愛心 照顧者也是倍感艱辛 市長 市長 您是不是請社會局 在你們下次研議看看 台南市 應該有一個 0800 50 7272的 喘息專線 讓那些照顧者 能夠喘口氣 好 謝謝局長 局長你請坐 研議看看 1272 他是全國的專線 我們台南市社會 OK嗎 不是 這個本來就會 因為他是 但是局長 你要宣導嗎 是 所以我們 盡量宣導 就像當時我們0800 788995 這個防自殺專線 我們到那個大樓的樓上 去貼警語 告訴他們 你如果有想不開的時候 打個電話 讓我陪你聊天 我們台南市民眾 宣導 好 我們宣導 那台南市民眾 看看有沒有經費 來 好 局長你請坐 市長 來 我們下一張 市長 您的市政報告 文化局長 您的報告裡面 有談到李安嗎 有談到我們的沙倫 這一片 來 文化局長 市長 在這邊是不是 李安的影城要坐在這邊 是不是 我們目前建議的是這一塊 好 這有多少公頃 兩百 兩百 市長 您曾經口號叫做 看見未來 您叫做看見未來 我們看未來看了六年了 現在我們又看到一個 這麼樣子 奧斯卡 今天要講大導演的未來 這是台灣的好萊塢影視專區嗎 兩百公頃 驚人的大喔 市長 台中 台中 十幾公頃而已吧 我有沒有弄錯 台北新巴 林口 也 只有他的幾分之幾而已嘛 驚人的大市長 這個是157道路 您在跟大家宣布這個市的時候 您說這邊要把它拓寬 到20尺 20米對不對 您知道的很清楚 這邊是草蕭吧 是吧 草蕭蜜食的區域 草蕭需要一個完整的區域 讓他有膽子 經過馬路時候 不怕死 來吃東西 我們難得台南還有這一片 這麼美好的沙輪牧場 放牧的地方 九百多公頃欸 對局長 後續還有七百多公頃欸 沒錯 市長 但是你說這邊要拓寬嘛 對不對 這邊要拓寬嘛 我的意思說市長 只要你說了李安 我們有人敢說不嗎 我們不敢說不 李安的 比利林恩的中場站 真的是 讓我們看到的人文關懷 他對每一個他的影片 不一樣的一個觀察動戲 讓我們真的是驚豔 講到李安我們敢說不嗎 來轉過來下一張 那個王議員 來 他是先拜訪的林權院長 林權院長要推這個政策 來市長 2013年 對不起文化局長你請坐 2013年您就跟李安談過這塊地 2013到2016 那時候馬英九 這麼不肯啊 什麼會不可能 馬英九給你的相關預算 不會比其他的 我們國民黨執政限制少 你為什麼有這樣子的偏執 就像你說我一樣 你為什麼有這樣的偏執 來 這個你說這邊要做綠能科學成 又要做國際影成 再來下一張 再來下一張 市長 市政是有前後的 是有priority的 因為我們錢有限嘛 照你們貴府 今年給我們看到明年預算 文化局長 你有沒有一分一毫 在為我們的影視 在為我們台南的沙倫影城 在那邊做計劃 一家營都沒有吧 這個是國家型的計劃 國家 所以全部都要找中央嘛 現在在規劃 對來你請坐 在規劃 你們十月十六號 開了一個什麼會 我記得 你說一個月要拿出來 市長 你是贊成還反對 當然贊成啊 但是你的質詢看起來是你反對 市長 我剛跟您說 我贊成您能夠實踐的 每一個願景 我反對你在那邊 那這是你的誤解啊 那是我的誤解 我預計這麼多年到現在 您的未來在哪裡 我們的小巨蛋沒有了 都是你說的嘛 對不對 小巨蛋是因為 到現在七個地方 你要選擇我們的事業中心 市長 新北的領口 他們已經第一期的影視旗艦區 都已經動工了嘛 對不對 不一樣 他們的地方 沒有多大 十一點六公頃 這是第二期 那個是攝影棚而已嗎 中台灣 也沒有多大 三公頃多 這個也是攝影棚而已啊 市長 台灣真的不大 我以前很久以前寫過一篇文章 讓台南就是台南 這麼多年下來 我們比建設 不要講台中了 我們高雄我們都輸 但是不要緊 台南有我們獨特的風采 是我們的詩人 是我們的作家說 要來這邊談情說 養老 安養的好地方 那市長 您如果 你又是信口雌黃 您人 明年可能就離開我們台南市了 為什麼要下李安 以令林泉 以令小櫻呢 來再來 第一個齁 這個不是李安的影城 但是我們只聽到李安市長 您這樣講話 那更讓我們遺憾 把李安擺來做一個最亮眼的賣點之後 您說跟李安沒有關係嗎 李安建議行政院 我們國家要推動一個事件 李安昨天還是前天 中台灣也發了 林佳龍也發了新聞稿了 也說他也覺得中台灣做影城很好 你看一下行政院的報告吧 市長 沙倫是基地 是李安是唯一亮點嗎 天馬電台影城 32公頃到現在 又如何 魏德勝是唯一亮點嗎 我們這些優秀的台灣導演 到現在為我們台南人在背書這些影城 市長 你敢是碰風水雞台沒有吧 不是因為行政院 行政院已經確定了政策 那請教一下 為什麼您承諾的一個月之內 拿出你的計畫書 到現在台南市議會大會期間 最可以向我們報告 向市民做說明的 到現在什麼都沒有 市長你請坐 台南人真的就太疼賴清德 非常肯定 許天才市長也罷賴清德市長 那是民藏市長 但是我們看到了 台南人這 將近20年 不管是我們硬體建設 不管是我們軟體 我們現在的社福力 這個經濟力 都讓我們非常遺憾 驕傲的攻擊 VS善良 好我們非常謝謝王議員的市政總執行 現在休息到11點30分 繼續市政總執行